曲名其他听的 Hello,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 令世界复杀的阴谋有Nicki哥 和小花 正正式式是變成這個 看這個節目吧 就不是在鬼異生世界都看見我們 這件事都是看愛兒安排 其實現在陰謀 其實是由深信的陰謀衍生出來的東西 暫時都會由我和Licky哥一起做著 講一些不同類型的題目給大家聽 除了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去帶出一些陰謀論的東西 或者可能是由最近的這些 新型武漢新沙士 新型武漢新沙士 因為其實現在一般官方文字的聚述 全部變成新型的冠狀病毒 這裡中間沒有地方 只要有任何一個地方出現這一種東西 而它將地方和這個病毒的組合放在一起 而放在任何不同類型的資訊 那看上去的視覺效果 就好像變成那一種病毒 在任何地方都適合 例如我們上星期 都應該看到一個 就是美國新型冠狀病毒最新情況 或者還有日本新型冠狀病毒最新情況 意大利 其實你過了若干年後 你再看那個文章 那你就會 即是未曾經歷過這一件事的一些人 他可能會混淆 會不會是只不過是一段時期 爆發了一個叫新型冠狀病毒的物體 但因為套用了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組合 變成不夠貫徹始終地去想 究竟是源頭在哪裡 還是玩笑 去想究竟是源自於 用文章去誤導人 是的 還有我看回歷史以前 都會有很多不同國家 有一些類似的肺炎 不是說是冠狀病毒 而是直接說是肺炎 例如其實美國 很久以前都有一段時期 是有一個叫美國肺炎 這樣整件事看下去 尤其是我們 其實肺炎可以由很多不同的東西產生 是的 還有我們未經歷過的時候 我們看回歷史 原來是美國當時大規模爆發 有肺炎 這件事 而令到會不會有其他 再去看歷史才知道 會不會當時感染到其他國家 但如果現在 這個武漢新型新沙士 這件事 突然轉名的話 會令到後世的人 會忘記了其實是源自於武漢 我講一個近一點的例子給你聽 相傳三色台 有一個號碼人 說了一些東西出來 就說 2003年的沙士是香港發生的 是口聞之誤 我也挺相信 因為即時其實有人包底 但為什麼會產生他這個心態 會不會他看了一些東西 那個號碼人 我知道 對 不是777 總之就是 你減一也好 什麼也好 Exactly 就是這樣 其實 未必有 真的可以掛掉他 他可能真的看了某些東西 就在香港爆發 他就跟稿 其實會出事 之後 可能會有其他人 找回這段影片看 不是追得很多的人 不是很清楚當年是怎樣的人 可能他就當了這個事實 其實尤其是三色台 都是一些主流媒體 主流媒體 不是 我都說是不是的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在洗腦 不斷播電視劇的歌 我就知道 其實都依然是主流媒體 雖然是 開始越來越多人在插電視台 但是 都 無可憾現的就是 那些長輩要看的 那你自然 你自然 你每天聽著他節目中說的那些 或者你 你會是 叮一聲想吸收多些他們 例如是說最近一些 新型沙士的一些 節目是教你怎樣預防 其實不是想吸收 反而是給他 在一個 不是很刻意的情況下 洗腦 其實他也未必真的想洗腦 他新聞報導 他不只是一天 只有一個小時 半小時 他是那一天的新聞 可能是三到四個時段 甚麼六點半 早上 晚上 晚間新聞 簡直有一個台 一直不斷在 其實他未必是說要洗腦 但他在做這件事就是洗腦 我們不是說電視台 其實我們也是說肺炎 最近當然除了中國之外 第二厲害的就是韓國 原本有一期是日本比較厲害的 韓國是短期內 一聲爆了出來 一百萬 爆了 即是臨到沖線那一刻 被韓國跑了出來 韓國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會猜到我們想說什麼 就是關於新天地的事情 沒錯 其實新天地教會這件事其實潛伏了 現代的社會其實都很多人會接觸到 尤其是一些韓國人 韓國人不是韓國瑜 韓國瑜是台灣的 因為其實韓國那邊我看到有不少的一些影片 是的 有些是懂得說國語的一些Youtuber 其實是很正常的 他們就 懂得不同語言方面 特意拍一些Youtube影片 就叫一些來到韓國旅遊的一些朋友 看到某一些情況下 就千萬不要去搭傘 就算你想問路也好也不要問 就是可能三、兩個人在圍著聊天 或者在問一個人去聊天 就是在問一個人的事情 就圍著他 其實我沒有記錯 其實除了新天地教會之外 其實韓國還有很多其他教會 當然新天地基本上是被 在絕大部份的地方都平為邪教的組織 我們去新天地之前先說一說 為什麼這個肺炎在這裡爆發 我們先報一下那個數字 因為我們這裡是錄影節目 我們今天星期一出街了 實不相瞞 其實上個星期五、六 其實是因為我跟小花說 不如先錄了 那你有東西要做 即是現在這一刻 你可能在做一些你愛做的事情 那我不知道你現在講什麼 那我不知道你現在講什麼 我試試看這刻是否打電話給你 我們說回到上星期五為止 其實在韓國的感染人數 已經超過了六千 中間就是有接近一半 或者去到一半的人 就是在新天地教會出來 而新天地教會第一個被確認感染的人 就是一個女人 一個八十多歲的女人 就是第31個確認人士 我想先拆開 截至星期五我們錄影的時候 已經是六千宗的確診 超過了六千 但是我再看回 在2月27日的時候 其實韓國的確診數字只有二千多宗 只有二千多宗 但是短短一個星期來 就已經可以由二千多宗 變成超過六千宗 我不知道實際的情況 我看過不同的報道 都是講一個超級的傳播者 就是講那個女人 因為她 八十多歲的婆婆 是的 她在期間發燒的時候 她都依然一樣去做一些聽道 去一些聚會 聚餐 聚餐 訓宴等等 其實有這樣說 我不說是否一個病毒 其實你病是否應該要休息一下 不要搞那麼多 當然要 你普通雙風感 我可不可以傳染人 還有我留意到的是 韓國那邊的一些危機意識 好像我們早幾集的時候 有說過一些比較發達的國家 為什麼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時候 好像完全是零防備的意識 但反而是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自己封關 韓國不太落後 不過呢 所以就是相對比較先進的國家 但是為什麼它可以這麼零防備 令到社區傳播率這麼高呢 看看你有沒有聽過 其實跟他的文化有關 我有朋友住過韓國一段時間 他有說過類似的 他們的文化 譬如他們要喝碗湯 我知道 這個我知道 鐵匙巾就是這樣拿去拔 對 他們是不會用碗的 因為這是他們的文化 他們認為這是參卓禮儀 是禮貌 一鍋湯 大家只是在匙巾不斷 還要知道韓國鐵匙巾 他不是有個… 不太大 對 就是這樣一口 不斷又不斷 我這些飲料 我整隻羹又放進口 再用舌頭轉 對不對 那我韓國就是這樣來 一起行包 還有他們吃飯 那些碗很重 又不拿起 還有他們是沒有公筷的 是不可以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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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韓國的餐廚禮儀 拿起碗吃飯 是乞丐才會做的 對 沒錯 但是不拿起碗 又不會令到他散播病毒 但是他們不用公筷 這件事也是 是的 你知道的 韓國的辣醬 或者炸醬麵 那些 你想想我喝完湯 我用不少東西 我就是那條舌頭轉過 那條舌頭 我就放進去 你想想你的筷子 很多醬汁的時候 那些人很流行損筷子 那些 想起都已經覺得混淆 其實我不是這樣的 我看到那個人這樣做 我真的想吸引下去 但是想起這些成事 所以跟文化有關 是的 還有其實你不覺得 韓國那邊 就是粗魯 那些人粗魯 壯來壯去 那到處都是 香港也很多 香港也很多 因為我有親戚是做領隊的 都是做狀人的 就是有去過韓國大團 他說阿尊媽那些 那些脾氣不知為何 是異常暴躁的 經常性 就會到處 還有說話大聲一點 飛沫就會不停彈來彈去 那香港也是 那邊過來那些 那些 那些 都是的 我沒有噴東西 拿著咪咪 放心 去到韓國 它爆得那麼厲害 尤其是 它分了不同地區 其實戴憂是最厲害的 而戴憂最厲害 就是被人發現 新天地那邊出來 戴憂是在首爾的左下角 我沒有記錯 我沒有看到地圖 那天跟家人在研究 研究地圖 在首爾的左下角 小小位置的一個城市 其實都算是其中一個 計首爾之外的 其中一個都叫大城市 多人的集會 在這些時候就高危了 而且 他那個教會的集會 是不讓他們戴口罩 所以變了 你想想 有些人講經 傳道 傳來傳去 就搞到今時今日 爆到氣壞壞了 那我回到 剛剛你提過的一件事 就是 為什麼有提到一些 叫人不要被人撩 就去搭散呢? 其實韓國有些邪教 不只是新天地 他們會從這方面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 現在也有 有些迷魂黨 祈福黨 香港是穿西裝 然後懂得說廣東話的 帥哥 不是帥哥 我依然還看到那些 少了很多 他們都會拿著本聖經 不知道為什麼 你這麼大個袋 有什麼袋 為什麼一本聖經 不能戴上袋 但是他總是要拿著 還有我記得 好像有個名牌 有有有 有名牌 即是他們在西裝 你不會覺得他們 是有什麼 任何異樣 但是新天地教會 這個傳教的模式 他們是很隨便的 即是可能 不會刻意去穿西裝 即是他們是很融入 只是一個平民 你不知道他做什麼 可能他純粹是乘車 他是想問你路 或者問你去哪裡 或者做街訪等等 對 街訪 小花說得很對 就是韓國很多 一些新興的教會 或者邪教 他們很流行做街訪 即是我是大學生 我幫哪家大學做什麼 其實你不知道 或者是所謂的心理察驗 是的 或者是純粹是普通跟你聊天 覺得很投契 或者去奉承一下你 即是投其所好 就去跟你去聊天 而引起你對我這個戒備心 即是降低了 降低了那個戒備心 然後再慢慢去跟你聊天 我有回過一個教會 你有沒有興趣去回家 即是既然大家都對話 不如你去聽聽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這些 還有Licky哥說這件事 是千一萬確 就是我住韓國的朋友 也是有經歷過這些事情 他說有些人是直接問你 如果你不認機 或者就算你懂韓文 你告訴他 其實我不是本地人 他都會繼續追問你 有些見到你沒有興趣 會放棄 但是更加有很多 是直接追求你幾個街 也有 那你想想 我會想 在香港我曾經遇到的 有些可能 是不是那些 龍瓦人士 是 塞一些公仔下來給你 喔 除了 類似是這樣的手法 還有一些 真女 和尚 搞和尚 搞和尚找林看正 和你握過手 搞和尚就打給林看正 和你握過手 在手上套佛珠給你 然後問你拿錢 那些 然後就說送給你了 我不可以拿回 那些 韓國那個 當然他不是實質 又把東西給你 但是他問你拿資料 那一部分 其實他可能很多時候 都做了一些潛意識給你 還有他套到你的資料 他就知道怎樣可以跟你再聊 因為我也有請提過 我試過中一些潛意識的圈套 就是問號碼 然後讓他引導到 說了那些號碼 我認為自己不太聰明 但也不是 不是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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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會中這些 我都被人騙了20元 他想拿那張500元 我記得我可能 所以我覺得是需要 小心這方面的事情 現在都 第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的時候 正正入題 跟大家說說 這個新天地邪教教會 究竟是從何以來